大家好,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三 我想大家都已經看了很多關於Pelosi 昨晚應該是遲了一點 原定是10點20分降落重山機場 如果我沒有記錯時間 直播應該是10點44至45分左右 差不多遲了20分鐘左右 可能它轉了行動 但這次你見到Pelosi都做得挺得體 做得挺得體 起碼人家也有個天上來 你想想人家也是外放 起碼都由天上來 很多群眾都撞手肘 但可能我覺得他年紀大 他穿的粉紅色衣服 那套套裝 你在他美國開會的時候 見到過很多次 這些我們通常都說 最好穿套裝 你看到陳姑娘那些 整個回魂夜的子宮仔 最好就是女士 最好就是穿套裝 男士就穿深色的西裝 你看到李顯龍那些 就是最普遍的 我看到他下飛機的時候 其實也有些少少要扶著爛 一來可能年紀也有差不多 二來那個戰機 飛的速度也很快 因為他繞過了 現在我們會說 他那個行動其實有改變 繞了一個L型 上來 應該是 我估計多了一個小時 但是戰機很快 所以他也是遲了二十分鐘左右 但是最好你看到 別人都在天上來 其實他去到台灣 都不是完全沒有危險的 你一有樣暗狗殺你 你就混蛋了 但是你看到別人只有吉士 其實 當然他會做準備 你看到我們 就是我們領導人來香港的 就是一個地底來 那你哪能夠比較 你不能夠比較 對不對 現在台灣還有很多個案子 大哥 你當時香港只有那百多個個案子 對不對 就是你看到別人都不同 就是最基本的 你都要從天上來 你從一個地底捐出來 那你怎麼搞呢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說 但是雖然 可能大家已經看了很多個畫面 現在我錄的時候 是十二點鐘 剛剛收了市 通常我們都是 就是先看看市 但是呢 就 一陣子出街 可能已經是兩點 那Pelosi 差不多的行程 在台灣都完 那他五點鐘 跟過itinerary 就會離開台灣 不知道他過去韓國 還是日本先 都是差不多 飛的路程都是 那他是 叫做原定時間 因為你搭飛機 也有延遲 對不對 那就到達了台灣 他都跟回過過程 在那個軍月酒店 那就是說 雖然 中共在這裡 你看到你 其實習主席 這次都很 你正在開北戴河 其實根本上 你已經完全沒有威信 你清零 或者是這些 你下面那些 譬如王毅那些 或者是胡錫進 這些 根本就不應該交給這些人去說 其實 你看到香港現在的那些官員 都差一腳 關你香港什麼事呢 別人 就是台獨關香港什麼事 關你鬼事嗎 別人台獨 都不是理你 都是國家理你 關你什麼事 看到今早上 可能收到微信 全部要出來說 你李家超 四十多萬一個月 你看到他最激 就是 做了整個月 最激就是今次 你哪有得搞 關你鬼事嗎 這些 這些最不至 香港是不應該牽涉政治的事情 香港是一國兩制的 是吧 你即使中央的官員 叫我說 我也說 習主席剛剛七月一日才來過 香港是一國兩制的 台獨那些關我們什麼事 你就是中國自己 出一個公告 香港不應該牽涉入這些 香港是 做生意商業的地方 你越搞得政治多 就越釘過去 你不跟美國佬 大哥 你不跟台灣 你不跟美國 香港有香港 香港有一個獨特的位置 那這些人 你說這些話的時候 你問我 你說歐洲和美國佬 少不少氣 其實我遇過的英國佬也挺小氣的 美國佬 他不理你 其實 美國佬不是這麼大量的 是他不理你 我懶得理你 你說他記不記仇 他都記的 你香港 不是扮演一個政治的角色 你香港是扮演一個商業金融的角色 那你管這些事情做什麼 你看到現在台灣 這個德國的美女 那個外長 多強硬 你看到中國很怪的 他一看到日本和德國 他連聲音都不敢出 這個德國的外長 但是德國和日本的娛威還在 還在 你如果說狼 他比你狼 比你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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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评论过你很多 以前我老爸说的 他说日本人在中国那时候 也不是说只是南京大屠杀 他说斩到什么呢 斩到手都远 要换人的 不是跟你说笑 斩头斩到手都远 斩到要换人的 你说你共产党狼死 还是日本人狼死 他就这样开架神风突击队那些飞机 就坑下来的 天皇万岁 他那些余威还在 所以你看到中国一对于德国和日本 是不敢出声的 声都不敢回 好了,美国看你是民主大国 你要守规矩 英国你要守规矩 那些他以前曾经很不守规矩 那当然 德国在中国的投资都很大 特别是汽车那里 所以你看到这次 习主席是真的失威 你再补菲说做什么实弹演习 已经没用了 你的实弹演习 还要是人家先走了之后 那你就是对美国拗底 但你看到普洛西 基本上没有回应 闭门我就不知道 闭了门我不敢说 在他们国内我不敢说 但起码公开来说 或者对错英文暂时来说 没有听过普洛西说一句 即是说中国今次 有相当大的威吓 叫他不要来 他没有说过 所以见到他还是有体面 因为我代表国家 我坐军机来的 我代表国家 我不是私人访问 即使他是私人访问 我想他也不会说 因为你有两个身份 所以我说 但待会这个节目出家的时候 可能还有几小时 便会离开台湾 那习主席 即是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些新闻 很多网民都已经骂他 是软弱的 其实不是软弱 即是不是软弱不软弱的问题 问题就是 你几个大脑子劫着 你怎样动手 你动不了手 你动不了手 你明白吗 你必输的 是不是 如果人家比较重手 打个导弹过北京 那你怎样呢 是不是 你不知道 现在 现在 台湾已经有了 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是不是 他也不用告诉你 他在做什么 那你够不够胆 即是现在台湾的工具 不是几年前台湾的工具 你现在日本的工具 也不是几年前日本的工具 你现在澳洲有核潜艇 以前也没有 那你怎样动手 你不敢动手 你看到 他见到俄罗斯已经知道 打个烂鬼 乌克兰打这么久 他自己的武器 坦白说 他能否比俄罗斯 他自己心知肚明 你吹得很厉害 现在全球都开始觉醒 俄罗斯吹得这么厉害 原来是这样的 是打到这里 这样的款 就被美国余劫死他 在乌克兰那里 就夹住他来打 那当你夹住他来打的时候 中国就不断和他买那些油 等等 那中国的钱 就输中了给俄罗斯 俄罗斯 就废了在这个打仗里面 咬死你 美国余不需要死的 现在你慢慢看到 乌克兰那些港口 都要解禁 因为你 你这样打下去 你俄罗斯会 会死亡的 其实 普京自己都说 一天有过千间企业倒闭 那你怎么打下去 你没得打 你的钱是被人制裁了 那你被你打赢了 这个乌克兰又怎样呢 变成一个废墟 你拿回也没用 对不对 所以问题是 你美国余想过 他当然不会告诉你 在他来说 我印美金给你 印几百亿给你 有几不闲 便宜点 买武器给你 有几不闲 美国余就卖武器出去 你现在越威胁 他现在再威胁台湾 那就多买武器给台湾 那当台湾越来越多价钱的时候 那怎样呢 对你自己的威胁就越大 是吧 你没有脑子 这些人 傻的你也 就是说你做了一件事 令到你的对手 他越来越多价钱 本来他只有枪 你现在有台逼击炮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自己找自己的品 是吧 这些傻的 这些人 这些胡锡进 你用胡锡进 还有用王毅这些 就一定刻意 告诉你 好了 昨天 星期二 香港新增4123宗 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后备时事频道Patreon 这个年线下 就是5元美金一个月 我们的钻石狗可以说完全没有动 因为即使昨晚道指跌 那纳指是没有什么跌到的 好像跌了几点而已 那钻石狗也是135% 那昨晚的道指跌应该就不关Patreon 因为他已经平安到了台湾 主要就是有那些联储局的官员出来放英 可能会继续加息 或者加息步伐都不会减慢 那就跌了四百多点 但是那纳斯迪没什么动 那纳斯迪没什么动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已经跌过了 他16,000点跌到1,000点 没有跌穿 但是跌到1,000点 你看到他差不多跌了接近四成 可以说是一个小股灾 就是在纳斯迪来说 所以你看到纳斯迪已经 除非有些特殊的股份 好像现在刚上的香港多纳 我们明天才会说 这些都是炒货源归边 正常来说 又是香港公司 跟着新加坡上市 跟着中资那些 我估计是那些 美银也没有变化 是真的1% 没有动 那都是57% 那我就故意换了一个封面 这个封面就是今早早上 已经结束了 那匹多士就已经在这个 台湾的立法院 那因为那个院长 尤石坤就中了招 就是中了这个母肺 中了这个COVID-19 所以就由这个副院长 蔡奇昌就接待 这个开会 这个已经今早是 即是开会 已经结束了 特意给这张照片 大家看 大家知道 比多士已经平安到了台湾 昨晚到了台湾 那今早 其实上午的行程 应该已经结束了 以及正在吃饭了 已经是 香港在昨天8月2日 不过是 新增这个4123宗 但是大家看到 而来世的人 即是染疫离世的人 开始多了 那就开始那个死亡率 是上升的 你看到 那单人就有 11个染疫的去世 所以当那个死亡率高的时候 开始市民就会开始有惊恐 但是那个中招的人数暂时都是4100 这个好些 希望可以保持到 因为现在是那些7月 我们说过很多次 外面的开始回来 我们都不想它高得很快 我之前估计有机会去到5000、6000 我们一直看下去 港府特区政府再谷针 这个目标是昨日 最新之前三个月大 考虑可以给他们打针 现在目标是首先降到六个月大 都可以打针 但是就要改造这个 就是 儿童版的疫苗 但是大家看下一章 你就会火滚的 其实我也会火滚 今早这个刘雨龙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 就说 接种疫苗可以降到六个月 但是你自己开稀 即是幼儿版的复必特 你自己扣稀 你以为现在是胃奶粉吗 大佬 即是不要这么巧妙 大佬 你看看下面这句 他说 当局或者要自行稀释 如果出现误差 就会影响接种的效果 或者增加副作用 那你还叫人打? 你傻的? 喂大佬 你认识不认识? 喂你不认识就不要乱来 对吧 你混得太稀的 就没用 你如果混得不够稀的 就有机会增加副作用 那麻烦你先去问复必泰 或者先做了临床 你不要乱来 大佬 你滚滚滚到乱来 是吧 喂 六个月很小的 他有副作用 顶不顶的 你自己开稀 你怎样开稀 你以为现在的胶水太稀 不容易开稀 搞不了 你不懂 不要乱搞 你懂吗 你知道别人的疫苗怎么用吗 你知道怎么做吗 你都不懂 你说我们够说他 他又够说 你看看你如果这样 你敢不敢打你的父母 喂我也不敢打 喂 喂 如果太稀的 那就可能没用 但是如果太稀 不够稀的话 会增加副作用 你还叫我打? 蛤 你傻的吗 神经病 你怎么搞得错 喂 现在没什么 你不要搞那么多 越搞越多 对不对 接着六个月 去到三个月 三个月 去到一个月 去到五日 那你怎样可以搞 你搞得错 不是这样的 你傻的吗 好了 今早上 李家超就开会了 今早 今早开会 这是八月三日的 研究什么呢 研究来入境的旅客 或者回来的香港人 是5加2 还是4加3 今早会开会 即是我们说 5加2和4加3 其实没有区别 没有分别 好了 接着呢 就搞这个 红黄绿马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老宠物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今早说 如果你是皇马 不是王家马得利的皇马 是你是皇马 即是你入境人士是皇马 那就不可以到脱口罩的地方 简单说一句 即是食肆不行 或者是政府的场地不行 可不可以上班上学 究竟你想说什么 那你又可以上班上学 你便会传染人 是吧 很正常 那你想怎样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样 你想做什么 究竟 我不知你做什么 你真是瘋子 傻子 大哥 你制定政策 用脑子吧 其实你的皇马是这样 红马就不能动 即是不可以去吃饭 不可以去一些政府场所 但是你可以上班上学 即是那个病毒会知道你是皇马 病毒会知道你是红马还是绿马 你是什么傻子 真是瘋子 你自己想想才说 你几十岁人 还说做医卫局局长 真是瘋子 澳门也是 澳门 澳门 要隔离7加3 那谁进入呢 即是我去赌钱 但是要7加3 那隔离来 我都没有任何兴趣去赌 还有 完成隔离 还要5次检测 是人都走投 你想想我是不是傻子 有什么意思 你去澳门赌钱 或者去度假 你要7加35 你去不去 我去度假也是一个多星期 我隔离的时间比我度假的时间更长 喂 如果我倒引起 过了7加3天 我倒引都没有了 我不如自己洗牌自己玩 不如我玩电脑好过 在家里跟老婆玩 对不对 叫两个朋友玩 怎样去澳门 对不对 那就找人扮可观 家里可以扮 为什么不扮 就是找人扮可观 穿过兔女郎的耳朵也可以 对不对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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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你去玩就行了 喂 哪个人7加3 你傻的 还有完成隔离 还要做5次检测 录你有味 这些根本是没意思的 好了 顺便放在头上说 免得放在味 我们之前所说的 是真的 因为通常我看几个报导 我不是第一个报导 昨天8月2日 香港的医管局就承认了 其实当时很多读者 或者是读者的亲友 去这个公立医院 拿到的大陆药物 譬如那些抗生素 消炎药 止筒药 医管局终于承认在香港是未注册的 别人查过的 有个例子 那说什么 供应稳定之后 用煤原注册药物 你都知道 供应一直都稳定 Panadar供应不稳定吗 Panadar供应不稳定吗 Panadar供应稳定到 稳定过不稳定 其实是 你这些没得搞的 你影响整个香港的医疗 那些洋人会走 如果那些洋人 喂 那你不排除洋人都会去看公立医院 是吧 会的 那些洋人入了席 那他有香港身份证 就会提供立医院 蛤 你给个国内的弱我 你有没有搞错 你真是瘋了 好 今晚我就会放回 九月份最尾一期 进入这个网址 大家如果想订阅我们八月份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志 和这个美股 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都可以开始付费 那大家记住 免费订阅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marketweekly 那个连结在下面 就是完全免费的 好了 那你见到 李家超都出来说 那你 估计联汇 都是有些危机的 因为大家见到 这个是今早最新的 那银行体系 接得两折 那个 那个 美元的沽盘 银行体系 结余跌到 1435亿 我可以相当肯定 过了这个下半年 它最少会跌穿 1000亿的结余 这个已经是最保守的估计 因为它 九月份再加息 因为它八月份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意识 那么九月份加息 或者如果通胀还是高的话 它十月份 通常很少会在十一十二月的 通常都是九月 十月这样的 加多次息的话 你这1435亿港元 你那个零头一定没有了 肯定没有了 那你说会不会跌到零呢 就不会的 可能跌到 八百几 九百亿 是吧 那行不行呢 没有说不行的 没有说不行的 但是你给人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那它就要用外汇基金去顶 开始你看到没有跌得那么快 因为用了外汇基金 但是外汇基金 就虧了千四亿 今年上半年 那下半年都虧了 那你的钱还何来呢 你还有什么外汇 所以我说 刚才我说 香港是不应该牵涉入任何政治的 这班官员你有吉市的 你应该跟中联办说 喂 习主席刚刚七一才说完 香港是一国两制的嘛 这些政治跟香港有什么事呢 要不然走出来帮口 要不然你帮口 关你什么事呢 香港是做金融 做商业 不是做政治的 大哥 不是搞这些东西的 你看看昨天 李家超 夜晚来的 走出来 突然间改 就是说那个联系汇率制度 你知道它应该有点危险 他觉得 因为如果你的银行结余 跌到这么低 你的外汇基金又亏 你再抵抗下去的时候 已经是没得抵抗了 真的没得抵抗了 当你没得抵抗不够 而这个美国佬一说 你好像没有钱抵抗的时候 你整个联系汇率就散了 基本上 他不用搞你 你立刻散了 其实他现在最害怕就是这个 因为你一旦没有了联系汇率 简单说一句 即是没有了金融中心 虽然现在都没有了 但是整个香港废了武功 而国家是最害怕的 其实 现在国家最害怕 因为他现在就没有外汇 如果有外汇的时候 他理你香港的傻了 对不对 连利路没有什么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他现在没有外汇 你看到他其中一个不敢动 Pelosi就是因为那是美国佬 就是让美国佬先走了 你才去实弹演习 美国佬在这里 你也不敢做 那你都已经知道什么事了 对不对 你说美国厉害不厉害 其实Pelosi也当你没到 基本上 他也没有理过你 免得说你 基本上 你不能动我便可以 我管你干什么 你不能动我便知道你死了 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香港的GDP 其实已经和美国一样 如果他两季都收缩 已经香港是陷于衰退的了 对 根据definition就是 那么 我现在看看这个港股几点 现在的港股是19,809点 那么现在他要托回这个 港股上去2万点 所以你看到很奇怪 他打人那个自己跌的 那么神怪 他昨天一打就跌五百多点 就是说 召这个Pelosi 你看到那个上升也跌了2% 他打人那个跌的 那么神怪 那你打人干什么 应该打人那个升 他不是打人那个跌的 那么神怪 这个更加清楚了 那么香港是 第二季 香港第二季 即是四五六月 那么GDP是跌1.4% 那就是说 如果根据美国的 衰退的definition 香港就是跟美国一样 你连续两季 GDP增长是负 那么 其实香港已经是达入衰退 那么大家看到了 那么连第二季 所以GDP也是按年跌1.4% 好了 那就是昨天的东方 进出口齐跌 通关能够解死结 我想他说的通关是对外 不是对内 因为对内 一会你看看李家超怎么说 我都不明白他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明不明白他自己说什么 那你通关而已 你说这么多话 你说这么多话 你通关而已 是吧 你通关就是这么简单 通关就是大家可以有 一般的市民往来 或者是商业往来 你说这么长 是没用的 是吧 你通还是不通 但是现在你看香港这样的形势 你通关也好 都不会有什么外资 所以我刚才说 你香港的官员最不致 没有吉士 你应该跟中联办说 喂 香港不牵接政治 你要搞你国内搞 你找胡锡进搞 你找和藝搞 不要找香港搞 跟香港无关的 这件事 关香港什么事 香港这么小 你打扣台湾下去 你香港是不是先打扣台湾 对不对 没用的 你香港制裁台湾 制裁台湾 或者是台湾制裁香港 你的经济体这么小 根本就没有影响大局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香港的官员没有吉士 这就是昨天李家超说的 我跟内地通关难以一步到位 目标将确诊个案压下来 如果要一步到位就难了 我们跟内地的融合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其实他终了一个大圈 带你游园花园 跟着演狗市 就是说我不知道 就是这样 你说你不知道就可以了 但是他不可以说你不知道 所以他跟林郑在国内通关里 他完全无事 他跟微信 微信叫他通就通 微信叫他不通 他就不通 对不对 这个就是众神怪 大家知道 为了要搞十一月 邀请一些海外的币客 应该是一些币客 来香港开会 搞多一场七人篮球赛 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七人篮球赛 就是众神怪 怎样神怪呢 第一件事 海外观众不能豁免检疫 你还要检疫 其实你要检疫 别人来看意欲 已经是大减的了 因为海外 基本上 我们昨天在YouTube 投资筆记说过 连醉嫌的尿斯林 纽西兰 现在都没有任何防疫措施 出入关 好了 还最神怪的一件事 就是说 看台上面 可以喝酒喝东西 但是不准吃东西 即是怎样呢 我真的不明白他想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自己想做什么 即是那些人去看这个篮球赛 其实就是做一种放鬆的 基本上 基本上当放鬆的 你喝东西 其实你脱开口罩 已经有机会传播病毒 那你跟吃东西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问一下 那些 即是那些篮球员 又要做闭环 那些观众 就可喝东西 不能够吃东西 那谁去呢 其实 即是他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我不来就可以了 那你为什么不搞这个 那个象棋大赛呢 你不如捉象棋就可以了 对吧 你国际捉象棋的网上就可以了 这些多余 什么傻的吗 别人哪会来呢 喂 你要别人闭环 别人都未必来 已经 国内那些 要是 国内踢足球那些 就可以了 对吧 我也不去 如果 即是你去看这些篮球赛 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 喂 即是大家知道外国那些 喝酒啊 吃东西啊 如果你这么多限制 不如你不要教 你还叫人家坐飞机来 接着还要检疫 又什么红黄绿马 接着给他手带 然后去看的时候 可以喝酒 可以喝东西 不让他吃东西 不如他不来 你不如叫他不要来 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就 进入去讲这个 佩洛西访台之类 你看个相片都不同了 你看看别人的相片 即是起码一样东西 是试试正正正的相片 你看看胡锡进的相片 找到钱 都不见得光了 对吧 你看看相片 就知道了 人很怪的 不是不英俊的问题 是别人的相片 端端正正的 最少 你看看他的相片 找到钱都不见得光 这些人 你看到的样子 整个样子都是这样的 哪里像是光明正大的人 对吧 起码别人 看得光 是吧 有没有不见得光的东西 我不知道 但问题是 起码排面上摆得出来 胡锡进 大家对的样子 都看到 起码正正常常的样子 哇 是这样的样子 好了 这个说法是挺有趣的 有传 皮洛西最早期会加入台湾 这个行程 就已经有白宫的人 跟他说 喂 北京的反应好像很强烈 那皮洛西就很生气 蛤 你叫我取消 我不会取消 除非一样东西 你叫拜登来跟我说 我或者会考虑取消 但是跟他说的白宫人员 就说 喂 现在这样的政治形势 拜登怎么可能跟你说这些东西 没可能他亲自跟你说 所以最后 皮洛西就 大家都知道 去了台湾 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背景 但是你问我 去到现在 皮洛西已经去访问了新加坡 跟着是马来西亚 他应该就不会去 应该不会访问这个印尼的了 之前有传说印尼的 现在正确是没有了 跟着现在到了台湾 我没有见到 无论如何都好 我没有见到 说有些很紧要的 就是要谈论的框架出来 那无论如何都好 就是那个细节 他一定不会跟你说 但是有些紧要的 就是说我讨论一些大战略的东西 应该是会有框架出来的 但是你见到今天都没有 特别是新加坡等等 他可能只不过去说两句 跟着再有人去开会 我觉得一件事 有可能这一次 皮洛西亚洲之类 其实都是一些 怎么说 形式大于意义 不是说真的有很多事情谈的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做表演呢 我觉得都像的 我觉得都像是做表演 因为你正常 如果你开会一些重要的东西 通过什么法案 他怎么都会流出来的 他不会说完全没有 但是你现在一句都没有听到 因为新加坡已经结束了 马来西亚已经结束了 你一句都没有听到 即是很开始的 即是很开始的 很开始的 什么都没有 我估计是 很多人说是做表演 但是你现在走到这一步 都很像是做表演 即是很像是做表演 既然他做表演 你中国为什么这么紧张 是不是 他去做什么 他去做的事情 是不是损害到你 没有 你连他谈什么都不知道 而实际上也没有 暂时没有传出来 他今天应该会见台积电 但好像不是张忠谋见他 好像是董事长见他 因为张忠谋可能比佩朵 比佩朵 佩朵已经是82岁 即是妈妈 已经有孙了 所以问题是 你中国是不是玩大了呢 你玩大了你收不到科 你一交给胡锡进 或者交给 今次不只是胡锡进 军方有出来说的 军方有出来说的 即是如果你 即是我们不排除 会击落你的座机 那结果没有发生 即是没有发生到 因为他绕过了 他那个 尽量避开了中国的领空 我们先看看下一张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就说 坦白说一句 大家看到《荧光幕》 你这班司长的薪酬 比拜登高 现在这次调整了2%多 李家超月薪是45万一个月 比拜登高 不是开玩笑 香港官员的薪酬是很高 但问题是 你做过什么 这班人 你看看这班人做过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过 今早就 齐齐走出来发声明 譴责台独 奇心可诛 这些不是你们说的 这些不到你们说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这样下去 即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是这样 它一定取代你这班人 你承一承这些多钱一个月 你平均计它30倍 有些34倍 你承一承这些多钱一个月 如果没有钱的时候 这些职位一定被中国 代替 迟早代替 什么都没有做过 给你40多万一个月 给你30多万一个月 你瘋了 你瘋了 你傻的 是吧 即是蔡若年走出来 喂 我们要用普通话教学 说完 你做这些事情的吗 是吧 你这个陈国基 律政司你做过些什么 是吧 你老宠物做过些什么 今天都没开关 天天在说什么时候开关 浪费了纳税人的钱 你看看有些人 连个人都不知道 人是谁都不知道 你连个名字都不知道是谁 那谁都可以搞 没得搞的 是吧 你还在搞这些政治事情 这个就是Pilosi的行程 其实他在台湾是很短的 昨晚到了差不多10点 10点44-45分 然后 因为 都很晚了 所以他应该就是马上车到下塔 在这个君月酒店 你看到左右两边的行程有少少不同 但是不要紧要 应该差不多 首先 在这个饭店里面有视讯 在昨天 今早 刚才给大家看了 去了这个台湾的立会 他已经见了蔡英文 待会给大家看照片 然后见完蔡英文之后 有半小时的闭门会议 有半小时闭门 接着开几招 然后呢 台北宾馆悟宴 下午2点去警美人权文化院 就会见交水好结的吴尔开希 和林明基 即是之前铜锣湾书稿的 接着7点就离开台湾 坐专机 你说他先去日本 或者去韩国 即是南韩 不知道 暂时就 暂时没有说 其实我想都不要紧 差不多 接着 我自己这样推测 我们先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给一些事序 这个就是昨晚 皮多士到这个 重山机场的 他那套粉红色 我们见过很多次 你看回以前 他在美国开会的照片 很多时候都是穿这套的 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了 这个就是封面 这个就是他们刚刚进去 坐下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就是今早上 就见了这个蔡英文 那蔡英文还颁了一个 大寿兴云分章给他 那我就不知道 那是什么 有个斜带的 有个斜带 那大家在网上找回 可以了 我们看回 其实今次 皮多士都算做 算做体面的 为什麽呢 因为他 第一件事 在中间来说 他可以 随时改变行程 他不用通知你的 正常都是这样 还有 过往的 出访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就是那些时间调动 那大家都是 就是 官阶进去 差不多 很多时候要遷就时间 这个是不奇怪的事 但是呢 你见到他 也有做过事 那好像说 有八架军机 陪着他那架军机一起飞 那其实背后的路线 保安 应该就交给美军 去负责的了 那你见到他去完 马来西亚开会 去完这个新加坡 过马来西亚 他基本上可以直上 这个香港 就到台湾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 尽量避开 这个中国的领空 和尽量走进去 人家的领空 所以呢 胡石俊是没有说错的 因为你很难拦截他的 因为那是人家的领空 你看到他首先 他先横过了这个印尼 那你不能去印尼拦截他的 因为那个印尼 那是印尼的领空 这是印尼的领空 你一飞过印尼的时候 那又怎样呢 别人会拦截你的 好了 跟着他就过了去 打横 然后向上 就进入这个菲律宾 那跟着 由菲律宾再上 就是简单说 他都有经过 中国的领空 但是那个 时段很短 跟着呢 就在台湾的东部 他们有了一些战艦 那他就在那里下机器室 那打横这个行程 我估计多了一个小时 我估计大约多了一小时 但是他的军机 我不知道他多快 可能很快都不出机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来说 他是没有失礼的 因为他这个是代表国家的 坐着一架军机 还有八架美军飞机 一起保护你 那么坦白说 他怎么能够失威呢 对吧 这个美军在台湾的东部海域 部署了航空母艦 巡洋艦 驱逐艦 两栖突击艦 所以他一定是在东部那边 过台湾 这个路线放大一点 大家会更加清楚 更加清楚 所以胡锡进是说得没错 你只能够用导弹打去 因为那是别人的领空 这个就是那个路线图 然后就兜过菲律宾 然后一上去上面 那边是菲律宾海峡 然后过这边 就在台湾的东部 到重山机场 尽量避免中间 因为中间有可能经过南海 那么他也看面 因为我的路线怎么飞 关系什么事 我去到台湾就可以了 对吧 你不用理我 你不用理我怎么来 那个飞机是我的 对吧 所以问题是 其实他也有做一些动作 你唯有用导弹打去 但是你用飞弹打去 那你飞弹一飞过别人的国界 那又怎样 那别人可以拦截你 之余还击 我估计一样东西 你用飞机去埋身 基本上就埋不住了 因为你如果一这样做 加上或者你一打这些飞弹 其实你马来西亚 你菲律宾 那些即刻印尼 即刻移动 喂 你怎么打飞弹过来 你瘋了 那就是你一动手的时候 其实就跟这么多人一起动手 包括台湾 你不是跟美国打 你是跟中间这几个人打 所以根本没有可能动手 根本不能动手 你怎么动手 还有我估计 即使你同一时间发射十个飞弹 我相信它都有百分之九十九 是可以完全拦截你的 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动手 还有动手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你想想一样 你同一时间跟马来西亚 或者是印尼 或者是菲律宾 跟着台湾和美国 你怎么打 所以你根本就动不了手 我之前我们也说 你这么多个大人挟住你 你动不了手 其实没有办法动手 动不了手 怎样动把口 用把口控你 唯有是这样 但问题是 你之前说到这么空 胡锡进那些是不懂事 胡锡进和王毅那些是不懂事 那这个想法也很正路 美军的想法也很正路 我不会跟你正面冲突 但是即使 我估计即使他走南海 共产党也不敢动手 那美国佬无必拼 你要访问到台湾 你不是要够威 那我们应该想想 为什么美国不访问中国 这么近 对 为什么人家不访问你 为什么人家飞过你门口也不进 为什么你去访问别人 别人都不让你去 你应该这样想 不是想一件事 我怎么击落别人的飞机 对不对 想法是这样 你不是想击落别人的飞机 你如果要击落别人的飞机 你直接去打美国便可以 对不对 你直接去打美国便不敢打 我们一边看下一张 解放军又出辽宁号和山东号 那你出来干什么呢 我不明白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 人家走了 他今天五点就离开 那你出来干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他干什么 你再用现在马列毛那些 在这个世界是完全不成功的 在现在这个世纪是完全不成功的 满天都是卫星 通街都是手机 之前我最记得那时候 黄毓文 卖Radio 不是说 喂我们整个台 有整个组织 现在是什么组织 一部手机做直播 还高清 不是高清 不是高清 8k 直接是 接着 即上youtube也不用一秒钟 现在都不是那个世代 你马列毛那些已经不成功了 你看看 现在立刻 胡锡进一说一句话 或者是 美国军方一说一句话 全世界 十秒之后 全世界都知道 没有的了 你还用马列毛那些 喂 我现在国内 就是讯息不流通的 我最紧要是 骗国内的人 已经不成功了 不成功了 你还用这些方式 你还看 看 扣女王那本书 你是傻的 有什么致命的还击 原来 大陆立刻禁了 有不止一百间 后来说 有六百多间 台湾的食品进口 有台湾的食品 有台湾的鱼产 这些是格仔饼 超过三千多款 不止 还有些基金 即是即时要停止运作 即是跟台湾有的基金 即是我们习主席 是龙岩阵路 即是他们这些 刀仔鸡大腿 美国我不能打 也不够他打 那怎样呢 欺负过小的 美国我不能打 即是这条小孩 看的款式是没有人照 便兜巴掌 那类 之类 香港走过去 踩多脚 但是那条小孩 说小 他都大过你 因为台湾二千多万人 香港只有七百多万人 台湾起码一样东西 都有军力 香港连军力都没有 对不对 那你看一样东西 立即便移动你 喂 六百多间 这个台湾企业的食品 就不可以进口 好 那很多水产 茶叶 蜂蜜 但是你不需要和台湾担心 因为大家知道 为什么美国佬做过印太 即印太联盟呢 主要原因就是我自己帮自己 不要紧了 你中国不和他买 又怎样呢 日本和他买 澳洲和他买 澳洲买得这么多东西 便和中国买少一点 日本便和中国买少一点 没有东西的 是的 你台湾很小 这些东西 或者一些凤梨 菠萝那些 其实你中国如果有吉市 就不要买台积电的晶片 立即将台积电 在南京赶走 我就说你有吉市 不要紧 我们中国人 吃草可以 吃草三年 我最多退到二千年 你行不行 你不行 是吧 他现在不是说自己可以做七纳米 台积电还在做十八纳米 台积电只能在中国做十八纳米 为什么呢 美国再高阶不肯 不肯 但是你如果看台积电的 即那个performance 他十八纳米在中国很好生意 为什么 因为你做到而已 你不是说良率问题 良率这个 即我可以用钱搭救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那个performance 大家做到十八纳米 但是你差很远 即是你unicode的布 你大家都做到这个布出来 你的布一剥是烂的 别人的布怎么洗水都不烂 那你今天抄到台积电的十八纳米 是什么 是不是 你抄不抄到 你抄不到 是不是 在你中国生产了这么久 你都没抄到 坦白说 你复必泰 在中国做到 在中国做到 他做代理都做到 滑了瓦了 你做到mrn 没有 就是做不到 是吧 你有吉士的 我不能要你台积电 我宁愿没有 而且我最多中国 退回到2000年 你可以吗 你不行 那这些有什么关系 所以美国很聪明 他做了一个印太联盟 那又怎样呢 你卖我 你卖我 如果他制裁你的 我们自己互相帮自己 那就跟他买少一点 所以他的单子会越来越少 其实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当你跟台湾做生意的时候 那又怎样 你赚着外汇 你不买台湾的东西 那日本或者澳洲 就买台湾的东西 他自然会跟你买少一点 那其实你就少了外汇 他自己不知道 其实他愚蠢 你只是跟钱斗气 现在在台湾没事的 那些凤梨等等 你日本一接的 立即卖完 日本一亿多人 你台湾只有2000多万人 是吧 另外一个重榜级 这个不是今天 是皮洛西先走了 看到了 佩洛西来台后 解放军就宣布 他们看到一二三四五六六格 就围着台湾 做这个实弹演习 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4日 即是明天 中午12点 至到7日 中午12点 总共是72小时 大概是三日半 三日半 不够四天 那这些做出来有什么作用呢 即是很明显 你告诉别人 你不敢动美国佬 就是这么简单 你试试 皮洛西在这里的时候 你做 他的飞机出去有危险 他刚才那些巡洋艦 他不扫下你 所以你看到他就是欺善泊 所以那个 德国的外长是说得对的 是不容许你以大欺小 如果是的话 我们德国立即帮忙 所以其实我是很认真 肥婆 所以现在肥婆一走了 你看到整个欧洲的局势 完全不同了 大家看到螢光幕了 网民怒批 习近平软弱 那你为什么不动他呢 你说要动他 还有你军方说了 你军方说了 军方有出来说 现在算了 不搞了 别人都当你无盗 其实美国根本就当你无盗 他照常做而已 他只不过兜了个圈 那个飞机 我可能去印尼买些东西 是不是才对 我兜了个圈 我都是迟了20分钟 然后我照做 然后照走 就是美国佬就是你不敢动我 美国佬看死你不敢动他 所以说到台积电 大家年轻人 你要知道 你一定要有一样东西 是一技之长的 大家记住 年轻人 不要每一样都学 年轻人最不可以 每一样都想学 不要 你像中国那样 每一样都想做 又想搞军事 又想航天 又想搞晶片 又想搞地产 又想搞电动车 又搞电脑 又搞手机 没有一样搞得好 你年轻人 学好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是有市场需求就可以了 你不要说精 最少要熟 当你有个本事的时候 又有一个本领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渠道 告诉别人 你有这个本领才行 因为你有这个本领 而没人知道是没用的 即是我认识飞天 但是 没人知道 那你认识飞天是没用的 好了 当有人知道的时候 你就要表现自己 但是你不用精 但是你最少要熟 你要比一般的人熟 好了 接着你自己 可不可以变成龙飞上天 那就看你的命 十年不行 二十年不行 三十年都一定会得 但是最忌一样东西 就什么都想懂 最忌一样东西 其实就是半统水 但是以为自己很厉害 香港很多这些人 半统水 但是以为自己很厉害 一卖牙的时候 就死了 你看看陈兆思已经是 很清楚 是吧 一卖牙 一有COVID-19的时候 就立刻叮叮 林郑也是好例子 以为自己很厉害 叶柳说的 不是我说的 有些人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但是一做事的时候 全部都死了 因为你未遇过真正的高手 你都未遇到 那又怎样 始终无遇 就虾仔最大 所以出去逗一下 年轻人 没有吃虧的 贏输也不要紧 逗一下 你逗一下才有进步 是吧 很多人都是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 背在一个家里 以为自己很厉害 你不是Bill Gates 大哥 你不是Steve Jobs Steve Jobs 真的天才 你不是嘛 出去和别人比拼一下 比拼一下 就知道 我们经常说 你投资不要紧 大家拿出来看看 我今天输了 那我自己去检讨 你最糟的一件事 就是顾暴自封 以为自己很厉害 香港很多这些人 在公司里面 你特别 在公司里面 那些老屎忽 特别是 我是很恨那些老屎忽 以为自己很厉害 一拍过去 没了 留的 说就无敌 做就有心无力 现在中国就是 说 口就无敌 所以特别在香港读书 那些年轻人 就只有口 口无敌 你一撞到别人 美国佬 你看到美国佬不说话 为什么 做事 说你做什么 我做了你自然知道 用什么说 你说完做不到 没意思的 你看到习主席都被人笑 所以今次习主席开这个 大家知道共产党最重要是威信 他们的党文化是这么神怪的 你今次清零就死了 接着你今次很明显地失败了 直接一件事 根本可能收到命令 美国佬不能够 你亦都不能动 别人 最多是在台湾 那你已经没了威信 玩完了 那你既然一早知道 这个西婆是来做表演的 你就有救他 他对你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今次他亚洲之行 现在有什么实质的事 谈出来是对你中国有威胁的 没有 是吧 他见完这个台积电 那台积电会飞天吗 不会的 是吧 那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说话说到过了火位 说话说到过了火 出了军方出来说 这是胡锡进的 他也是以前的环球时报老总 你找个军方军队出来谈 谈完之后你不是的 那你怎样立威 你以为现在 你以为现在 现在不是玩 你特区政府跟别人说 你是一国两制的 那你关你什么事 台湾 台湾关你什么事 一国两制他不是踩到你和美 这些就是等中国搞 你四十几万个月就说这句话 不是吧 对不对 这些人没有水平 这些人是 你看到整个在朝的人 没有一个人有水平 其实香港是很悲哀的 就是一个盲的 一个盲的 盲的大过盲的 最后便滚下山了 所以你看到香港便滚下山了 所以你看到香港便滚下山了 很快便会出这个红黄绿马 上个星期 大家应该都会 有印象有这个新闻 这个安心出行 就被波兰的网络公司 发现了 这个叫7a security的公司 其实它发现了八个弱点 但最大的弱点就是 原来你那个安心出行 可以被一些黑客攻击 但是没有警示 就是说攻击完你 你都不知道 它可以取得你所有的资料 好 我看过那八点 接着 它有几个技术的介绍 但当然我不懂 我不是IT人 但是你看到 香港的创新科技局 回答这些东西 回答到无铃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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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资料办 就是说不公不实指控 别人很技术 你看看别人的八个资料 很技术 别人是分析了你整个安心出行 因为正常 你不应该被黑客攻击 是无警示的 它可以取得你所有的资料 包括照片 你都不知道 即是居然一个 一个这样的 全香港有 据它现在所说 有八百多万人 是下载了 八百多万人次 居然是被黑客攻击 都没有警示 这个 那你就想想 大家可以看看 这些资料 波兰网络公司 说这个很仔细 但是我们的资料办 就说了两句 不进不实的指控性 别人有仔细 别人有仔细 别人有做事 对我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 基本上都不用安心出行 我都没有针卡 教过安心出行 对我都没用 另外这个 我今早看到星岛 大家知道星岛是党媒 我们之前也提过 袁爸爸和何良谋 再加上梁仲恒 还有一个星岛二得道 在英国搞了这个香港人议会 还会做一个网上的投票 今早 你看到是8月3日的10点35分 保安局已经是严厉谴责的了 就说这些是违反国安法的 违反国安法的 所有参与的香港人 或者所有参与的人 其实都是犯了国安法的 我还看过报道 就说会通缉他们几个 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在网络上 有些人说 这个是有民意基础 但你首先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说 你很多事在网上做 你是没办法核实身份 我们首先不说 他们几位 其实都有些中国的背景 当然 袁爸爸有 何良谋有 龚小霞都有 现在我想很快 星期二得道 应该都是被香港通緝的了 基本上 犯了国安法 梁重恒好像没有案 他坐完 游韦晶就潜了水 我不是说 跟中国有关系的 一定是坏眼 但我在patreon也说过 大家加入这些海外协会的时候 你要小心 因为分分钟 你就被人拍了沙龙 还有你说有民意基础 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些网上的投票 等于当时 特朗普做这个邮递票 我当时也是很反对的 因为你很容易造假 我不是说你网上投票一定造假 但造假的可能性是很高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核实身份 那我就当你相信他们 那里面那些人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是吧 你不知道是什么人 所以你参加这些会议 或者是你留下你的个人资料 甚至是筹款的时候 大家就要想清楚 跟着呢 通知你海外的亲友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 如果这些 你不知道他怎么用你的个人资料 你不知道 你认识他们 我当你相信他们 那他下面那些工作人 你懂不懂 你不懂的 分分钟那些是新香港人 分分钟有共产党的人滲透 那你那些资料 就上了国安 是吧 你香港就不用说了 立即动你了 他都说了 现在是通缉他们的 那接着呢 你一飞去其他地方的时候 中国可能会引导你的 你看到许智峰 他说几个国家 其实呢 中共已经说了 会引导许智峰 所以许智峰 其实去其他地方的时候 是要很小心的 所以大家呢 就是 讲星期二得道那一辑的时候 我突然间那次 按了看黄毓民 其实我一向都不喜欢黄毓民 但是呢 今次我同意黄毓民说 虽然其实他之前 都是做了这些事情的 这次我是同意黄毓民说的 他说 去了外面的年轻人 你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 你现在做什么呢 读好你的书 过好你的生活 到将来 你在一些国家 你可以爬到高位的时候 你有权力在手了 你就可以做一些 为正义做的事情 譬如你好像去到何锦麗 或者去到戴琪 这些 你现在可以做了什么呢 你坦白说一句 你做了什么 你搞革命 你搞到吗 你搞不到嘛 你香港那些人又不团结 是吧 你香港不用多 有200万人的话 一推就政府就倒了 你中国不用多 有千多万人一推 整个共产党已经倒了 你有没有 是吧 现在不是一个时候 所以你年轻人 暂时你经过一些波难壮阔的日子 坦白说他不要再搞这些东西 读好你的书 过好你的生活 不要让父母担心 到将来你有本事 在政坛上面 你可以有一席位的时候 就是做你想做的事情 是吧 君子报仇是什么 十年未晚 你参加这些事情 你如果中间被人拘捕 你再说什么 没有东西 是吧 你十二港人会放得出来吗 学研施政那些 你觉得会放出来吗 你看看这么多 做过社运那些 拘捕了那些 没有一个人在香港出声 一个都没有 拘捕了千多人 一个都没有 是吧 你自己想想 怎会一个都没有呢 你看看那个 美国的维权律 回到他立即去做听证会 这么不公平的待遇 为什么在香港 拘捕了千多人 一个人都没有出声 为什么 你自己想想 你还有机会吗 没有的了 对不对 是吧 就是你做这些事情 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是坏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 休养生息 希望大家在外国 休养生息 你保住你自己的团货 君子报仇 十年未晚 是吧 你很急吗 你一定比他们长命 是吧 等于我们的 我也比老董 是吧 你被国安法拘捕了 你已经没有下一步了 你以为现在梁天琦 他还可以自由 还可以自由哪里去吗 不行的了 你黄之锋还可以自由去吗 你周庭还可以吗 已经不可以了 是吧 急什么呢 是吧 时间到的时候 你以前全世界 以前那些 几多这些极权的 就一样推翻 是吧 你怕什么呢 你很急吗 是吧 你无谓浪费了你的年轻时间 你经过一个 这么波澜壮阔的运动 是够的了 其实 等自己休养生息 等自己可以儲回蛋药 才做事 不用这么急的 不用四围 去向人说我反共 不需要的 是吧 我反共 你反共很厉害吗 现在全世界都反共 是吧 但别人是德国外长 你不是嘛 对不对 你没有这样的权力在手 你没有枪 有没有炮 匹多士就可以了 我有八架军机 跟着整队船来保护我 你有没有 你没有 是吧 那他是不是可以保护你 他未必可以保护你 是吧 那这个大家 真的要认真思考 还有通知了你的 通知了你在海外的朋友 特别是英国的朋友 你一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 被人抓了就没有了 是吧 你需要什么跟他硬碰呢 你不就任由他 你就任由他做 玩得两玩 他自然不玩 用过二十三条去代 他自己都死了 你们搞他干什么 你跟他硬碰是没意思的 他自己都死了 你跟他硬碰来干什么 是吧 我不是说 他们是坏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大家考虑一下我刚才说的 好了 我们说回Mo和MIRROR的最新消息 阿Mo仍然是插猴的 希望他情况有所好转 因为我们上次也说 他如果不是25岁 就受不了 这两个手术很大 一个开脑 一个做颈椎 如果年纪大 就受不了 你看到他身体也很虚弱 他说颈椎伤势已经稳定了 但是还在插猴 我想这些你要给他几个月的时间 让他神经线可以复原 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再做复原手术 幸好他年轻 如果老的话 基本上搞不了 希望未来数日有所改善 这个我们大家跟他集气 即是无论如何都好 好得多少就得多少 是吧 我认为镜粉可能会失望 因为今次这个事件 今天早上的01有传出来 因为MIRROR和VIU 只签五年 下年就会完约 有一部分成员可能不续约 但有一部分成员就会续约 简单说一句 MIRROR可能会分到扬标 或者由MIRROR再转成其他几个组合 或者有个人发展 我想这个镜粉迷应该是有些失望的 但是经历过今次事件 其实他们里面大家都有大家的想法 为什么呢 你看回那些经理人公司 有时候你是很失望的 很失望的 很失望的 你把别人 坦白说一句 一个组合里面 有这么多人 总是有些人比较好 总是有些人有不同的想法 不出奇 人生很奇怪 其实大家留意一下 人生很奇怪 你赚不到钱 穷就一起捱 你一赚到钱 一红就会拆火 很奇怪 全世界都是 很多人都更名利 你比我比我比你 你比我比你比我比你 其实大家 没了你又不行 没了我又不行 很多很大的组合 其实是这样拆火 令到很多 很多乐迷或者歌迷 都是听不到很多好歌 真的 你Beatles也是 后来John Lennon 遇刺就永远都没有Beatles 是吧 Simon Gafungo也是 后来再复合 都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很多很多不同的组合 唯独一队 就是ABBA就没有拆 这些我认为你们都未必懂 你们都不懂 这些你们都不懂 这些几十年前的Bang 所以大家看到 通常都是 当你赚到钱的时候 就会拆火 很怪的 穷的时候是死牙的 这么神怪的 穷的时候 十年都不拆火 老赌的时候 十年都不拆火 一红的时候就拆火了 再加上今次的事件 我想他们对经理人公司 应该是 有微言 应该这么说 因为今次都算做不幸中之大幸 Mo当然是 unfortunately 受了重伤 但是十二指 也算是幸运 也算是没事 但是一刻 大家心里是不好过的 这个 我想大家都有看报导 我们当时也有说 看过图 有一条 那个降缩 是不见了 有一条降纜 是不见了 这个就有一些高清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边 跌下来之后 左边的那条降缩 就在 吊在上面 是不见了 工程师说 主要是 那条 螺丝帽 掉了 我们给大家看多些资料 它圈住 大家很清楚 右手边 它的降纜 还在 左边的那条降纜 没有在哪 就在上面 这个就更加清楚了 就剩下一条降纜 你看到 整个螺丝模组 在那里 右边那个 就还在 大萤幕那里 那个图示是这样的 下个图示是这样的 现在他们 我想都不是怀疑的 主要就是 当那个 大萤幕 在星期三 它之前都是平移的 没有上落 在星期三 就平移 转动 再加上落 现在就怀疑 这个螺丝帽 大家看到这个 就上得不好 其实你套下去 可以套到底 或者是套几格 都可以 可以的 其实套得不好 上螺丝帽也上得不好 但是你勾下去 那一刻就靠这里 好 当你平移的时候 可能没什么 但是当你上下上落的时候 其实平移也可能有东西 你转动 你上下上落的时候 它负重就增加了 过了一天 大家其实 你不要忘记 这个电子萤幕 它负重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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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如果你不动 它可能是没事的 但是因为你有转动 有上落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 特别的科技 但是没有人检测 你看到这里 很明显的 你看到 整个降索 就是那边是 上不死的 那你上不死 其实是废的 你上不死是废的 一松了 就跌下来 那边受不了 就跌下来 就是这样了 这一间 它叫做UTS 居然还签了这个安全纸 它开演出的前一天 就收了安全纸 如果你有看过 它有横移 有上下动动的时候 是不是这么容易 签那张安全纸 其实它签了那张安全纸 可能它都有法律上的责任 你看到 它是有一个降索的 但是你要小心 这些降索 坦白说一句 坦白说一句 你一碰到那条颈 会挂的 外国试过 你一碰到那些颈 它好像那些很锋利的刀片 你喉咙都割爆你 所以这些做这些 一定要全部很小心 大家看到 这个康民署为了捕获 就立即做一个三个 推了三个短期措施出来 基本上 它最先推出的措施 就全部停了 全部停了 停了什么呢 一会下一章说 大家看到 第一天首演日早上才彩排 总彩排 肯定不够 别玩了 你这么多这些空中动作 你早上才彩排 你猜你只是Peter Paul & Mary 出来拿一支吉他唱歌吗 康民署表演场地 由今天 由昨天开始 所有原调高空摆动旋转机械装置 全部冷停 全部要停 就连郑秀文 郑秀文已经踏入五十岁 他今个月的生日音乐会 都extend 因为我估计 他现在可能有一些 就是萤幕 或者是机械措施 即是机械的设备 如果你这样的话 都是不合格的 其实都挺 其实大家知道 过去的两年多 基本上 这个演艺界 特别是你做这些演唱会 做这些大型秀那些 基本上可以说 是全部黑了米的 全部都是靠 你不要理你日街 对不对 有些人还说 喂 你日街现在 现在说全包了 但是公立医院一百元一日 不要说这些 因为后面很多东西 其实 不是你想这么简单 后面的康复路是很长的 我觉得你日街 基本上不会省这些东西 鬼仔性格 还有保险 还有其他赔偿 我担心他个人的康复 是比这些多 但是大家看到 好像郑秀文这个事件 你其实今年 今年 即是2022年 我想你在洪馆 其他演唱会 都不用搞到 我上一集已经说过 因为你知道政府做事是这样的 一出事 没有事 就个人都不理 你说会不会 真的找到有人负责的人出来 我也用回读者说一句 南丫海难 政府有没有人负责 政府有没有人负责 几多海市处的全部都升职了 南丫海难 麻烦很多 大哥 死了多少人 对不对 最后怎么样 没有人要负责 这就是梁振英和林郑的时代 梁振英和林郑的时代 梁振英和林郑的时代 没有人要负责 喂大哥 你比这次严重得多 对不对 起码生命没有危险 对不对 所以我不乐观 如果他找到一些 康民署 你不用想他会上身 百分之一百 我觉得康民署是不会上身的 如果遇见一些 是和中资背景有关的 都不会上身 我回答你 那接着又怎样呢 然后就随随风行 好像现在康民署 做事了 全部不能用 那什么时候能用 不知道 所以业界其实是严重的 就是总共三年 是吃百果的 其实很多 有些不是搞了一两场 张敬軒那些演唱会 很多是全部吃百果的 这几年是 不是每个郑振英那么有钱 大佬 我经常说过 Denser没有声音 你都没有工作 你真的靠跳舞 又怎样呢 你真的靠跳舞 就去做小吃店 去做送外买 去做顺风 没办法的 你看到无线 那个东张西望 都跑去卖东西 那个女孩 没办法的 你看我好 香港很多人是怎样呢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的 你现在的公屋还说加租 你看那些高官 他加一点几个百分比 很多人吃得一餐就得一餐 省得一餐就得一餐 不开冷气就不开冷气 你看我们的高官 四十几万一个月 扑街 你看到霍激江就出来炳了 其实他都说得对 当然霍激江当然是有钱仔 对不对 但是他都说得对 他在议会里面是代表他的业界 那都正常 这个我又没罵霍激江 你想想他现在所说的设施 那什么都不能做 所有事都要监管 全部这些所谓的转动措施 机械措施 电脑措施 全部都要监管 全部每天都要交报告 全部都要审批 那就是不用做 对不对 那什么都不用做 真是Peter Paul & Mary 这样拿个吉他 拿个咪咪而已 好了 这个康运署 就立刻出来解话 不是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那些电脑 一般的普通措施 就不需要 好了 如果你是一般的机械物件 不在此范围 但是呢 合资格人士 就是说除非是特殊的 什么叫合资格人士 那就是受训练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注册工程师 等等 每天要看 每天要交报告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康民署的程序 你本身就有的 不过你没有跟随 那你现在教出来 说到一块块 喂 你想想如果在场地 使用电脑灯 镜头 投影机 都不符合最新要求的话 那就是不用做 对不对 那你康民署就出来 误会 误会 即是可以继续用 那你想想一样东西 他怎么会 即使 所以 今次康民署是一定有责任的 但是我回答你 是不会有人背锁的 跟当时的南亚海难 一模一样 政府是不会有人背锁的 好了 我们再说两个新闻 那就是 为什么说年轻人呢 就是你最好就 如果家里许可的话 就是去外面读书 那你看到呢 他又说回这些了 香港回归前 这个是在教科书里面有说的 香港回归前并非殖民地 中国一直拥有香港的主权 我看了内文 我基本上不知道要说什么 教育局发表正确的历史观 1997年7月1日并没有主权移交 没有 那叫什么呢 政权交接 那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香港不是英国殖民地 他说当时 是粗暴地 将香港 就佔有了 当时在清朝的时代 就是粗暴地将香港佔有了 所以 中国是一直 都做objection 并非否认香港曾被英国佔领的历史 即是强调使用殖民地 一词描述不对 因为向来也不是 他只是硬佔用 中国一直都反对 反对到1997年7月1日 反对成功 好了 那就是政权移交 不是主权移交 香港是各样的 更加以南 我不记得以南 还是以北 就是租借100年 大家自己上去看 如果不是 他说何来有主权移交 你自己上网看 不是我骗你的 还有那个片 他就乱说 说到你的小孩都乱了 我不是主权移交 政权交接 交什么接 你有什么主权 你什么主权都没有 那不是哪有回归 如果是 何来没有回归 需要回归 你一向都有主权 何解的英国佬会在这 是吧 那你说不通 这些就是乱说的 但是你的小孩 如果听了这些 他将来跟你吵架 死喊难喊 好了 到了很多年后 等于我老爸 下来香港 看回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大话 全部都说大话 中国多富庶 美国多的价格 整个卡 特别是那个抗美援朝 根本上就不是美国佬先打 美国佬很后期才加入 是我老爸来到香港才知道 其实是 全部是大话 全部是大话 根本是窮到连饭都没得开 否则需要什么偷渡 如果那些小孩 你小时候听了这些 不不不不不 他就死和你争吵 政权交接 政权交接 不是殖民地 不是殖民地 看了YouTube都怎么样 这些视频是假的 就是这样 那就和父母吵架 所以我说 为什么小孩 你真的有能力的 那些小孩去外面读书 你学完这些说大话 是没意思的 你面对历史 才可以成长 你中国现在都这么大 怕什么呢 你自己说到自己这么强大 你都说到自己这么强大 那你还怕这些什么呢 我经常说 说是没用的 我经常说 用口说是没用的 你一旦没钱 没钱就什么都是假的 是吧 一个家庭没钱不行 一个人没钱都不行 一个国家没钱更加不行 是吧 你在世间 钱就很紧要 你死了柴就不紧要 是吧 你死了柴 你死了柴之前 是这个 现代社会来说 钱就很紧要 好 李家超更厉害 大家知道 他即将会出席泰国的APEC会议 说李家超 你看到他很有信心 信心何来呢 11月 就带队去泰国的APEC 李家超就说什么呢 他说 因为今次呢 在这个特首选举里面 他可以用到现金 信心就回来了 我就不怕美国制裁我 我觉得我应该买 我说一下我也笑 他说我应该可以买到机票去泰国 我想他应该买不到机票巨多 我觉得他买不到机票巨多 因为你一出到去外国 你可能要花美金或者其他 那别人会不会买一张机票给你呢 而且你去到泰国很多东西都要用钱 首先第一件事 你买不买到机票 有没有航空公司买机票给你呢 那中国是不是给你一个包机呢 那他会不会给你的包机 降落泰国曼谷呢 是吧 有信心没用的 我们买一只股票的时候 也很有信心的 结果就输了 是吧 我经常说 你去赌场也很有信心的 你没有信心你不会去的 你没有信心你不会赌 那结果又怎样呢 结果就输了 即是你两夫妇结婚 当时你在教堂发誓的时候 你也很有信心大家可以走下去 那下个月便离婚 对吧 有信心没用的 有信心没用的 有方法 还要加些运气才行的 大家记住年轻人 你上位呢 怎么都有人扶你 你记住 你上位 怎么都有人扶一扶你 即是你始终你命中注定有些贵人 那个人扶你一点就行了 他扶你一点 加上那个大环境 搞定 你看看乔布斯 乔布斯 都要去到那个时刻才能彈起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刻到了 开始有这个2G 3G 你都没有网络传送 你的电脑做得 你的手机做得多厉害都没用 即是年轻人 你要自己装备好自己 装备好自己 有一样东西 你不要说是精 最少要熟 那接着呢 到了你有个贵人扶你 你遇到那个环境 你就会飞上天 但是你飞上天 飞得多少年呢 就看你自己的命数 这个是看你的命数 譬如说有些人是行一个大运 通常一个大运行七年 十年大运行七年 如果你行两个大运 很少人行两个大运 有 有人行两个大运 通常行十五年左右 那就行完 因为前三年是混乱期 你可不可以持刑保态呢 即是说你赚到钱了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去到高峰呢 你知道自己去到高峰呢 那又怎样呢 那你就懂得收 去到高峰 我留住谷种先 不要再搞了 那你就聪明了 你不知道的 继续压下去的 那你就做乞业 那谁做乞业呢 何家现在澳门就做乞业 他留得多少就得多少 在澳门就没有了 我告诉你 你走不了 怎么走呢 你有社会责任的嘛 共产党不会让你走的 哇 你赚钱你赚了那么多钱 你现在想走啊 是吧 即是急流勇退是很重要的 这些有机会再跟大家说 最后了 BNO又有最新的放宽了 之前你要父母其中一方同行 才可以移居英国的 工作和读书 这个不重复了 但是呢 今个8月1号 彭代宁就说了 他现在考虑着 应该在今年的秋天就会公布 就说 只要父母的其中一方 有BNO 即使他的子女在97年之后出生 他连满18岁以上 都可以独立申请 不需要父母同行 这个对于香港人来说是好消息 英国现在越来越宽松 其实有关系的 你知道英国的经济现在都很差 他要吸纳一些香港人的资金过去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看下有没有市场 看下有没有市场 我想他一直这样扩大 他自然可以筛选 其实 你共产党 或者是和政府有关 宣誓了那些 基本上应该都是过不了的 其实 大家可以订了新闻去看 97年后出生的香港人都可以申请 只需要你年满18岁和你父母其中有一个 有BNO就可以了 你去英国定居 做事 不需要父母同行 你符合以上的资格就可以了 这个要等秋天英国再公布详细消息才知道 但是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好事 香港如果现在的教育是这样的话 真的没办法 你这些摆明就是 将历史扭曲了 香港现在没有人不知道 个个都知道 除了新香港人之外 全部人都知道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其实他都可以扭曲到不知道说什么 他是扭曲到不知道说什么 总之不是殖民地 中国是有主权的 那是什么 不知道 这个是政权的交接 不是主权移交 当时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看YouTube 还有的 YouTube上面还有的 那时候的主权移交 你在上面签了名字 那我国家就这样 但是你的子女要读这些书 他自己看党史 党史上面有的 如果你说政权交接 不需要跟大翠与夫人谈 是我的 邓小平是什么跟大翠与夫人谈 谈来干什么 交什么接职我 那个主权 小鬼跟你谈 是吧 你真的当人家傻的 他就是当你傻 是吧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现在是1点50分 恒指就升了158点 做19849点 成交很低 648亿 刚刚看到 今早 佩洛西和蔡英文开会的时候 就爆了一句 他说 他说 中国对我访问台湾 大惊小怪 哈哈 别人串你 对不对 就是看一件事 看白你都不敢动我 不过别人做好万全准备 你想动我亦都动不到 这意思 所以我说 你见到他都无理你 基本上 我照访 我照访 即他是将那个 即他当时 其实将所有东西交给美军 我不是照坐飞机 我做我自己探访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 就是给美军做 是吧 你想想一件事 假设你 八部这个 你坐着美国的军机 跟着有八部这个战机 陪你一起飞 跟着在下面有这个 战艦啊 巡洋艦啊 几个艦队 整个艦队在下面 那如果他都打到你 你就活该死了 对不对 八十二六 正常啊 你看你中国 大惊小怪 喂 一个阿婆而已 为什么这么害怕 白点说句 是阿婆来的而已 八十二岁 你不打他他就死了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 跟着你自己就被人笑 跟着你又搞一大堆钱 去搞这个军演 那你搞来干什么呢 对不对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 我们的网节 地产小专家 逢星期五 和大家见面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 八月份 那我们会讲LV 六幅珠宝 英国的名牌 Burberry 另外就是印度 最大的珠宝商 在上年三月上市 卡银 然后我们会 我估计有两集 讲这个英国股神 Jim Slayer 他又破产到翻身 有一个叫做SULU 即是早老法则 跟大家分析 好不好 好 Youtube投资筆记 八月份的美股 大家有兴趣可以付费订阅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也可以 好 那今天是星期三 祝大家星期三愉快 我们香港财经R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